Hello,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又到了吃毛豆的季节了 毛豆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所以趁这个时候 我们要多给家人吃一些毛豆哦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凉拌毛豆的做法 颜色翠绿,下酒又解馋 做法还超级的简单 特别的好吃又入味 大家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这种新鲜的毛豆 接着加入三勺食盐 再加入适量的拼水 下手抓拌一下 把食盐抓拌融化 然后给它浸泡10分钟 10分钟后我们下手把毛豆搓洗干净 因为它这个毛豆表面有一层绒毛 会藏入很多的灰尘 所以我们清洗的时候要仔细一点 多搓洗一会儿 大约搓洗两分钟把这种水倒掉 然后再放清水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的毛豆放入另一个大碗中 然后我们再用厨房剪刀 把毛豆的头和尾剪去 这一步是为了要毛豆更加的好入味哦 剪成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锅里不需要加油 浇两颗八角 一点点桂皮 三变香叶 两颗干辣椒 我们先将它们炒香 炒至闻到香妙的香味之后 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盖上盖子用大火煮开 把水烧开之后把毛豆加进来 想要毛豆煮出来颜色保持翠绿 不发黄不变色 其实是有技巧的 第一步我们先加入一勺食用碱 两勺食盐增加底味 第二步就是在煮毛豆的时候 切记不要盖盖子哟 用大火烧开 然后转中小火 大约煮10分钟左右 10分钟后尝一下 如果没有豆腥味 这个环豆就熟了 毛豆不宜煮的时间太长 太长了就不好吃了 然后给它捞出 放在清水中给它晾凉 冷却后的毛豆 给它控水捞出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一下凉拌料汁 先准备几块大蒜 把它切成蒜末 切好加入一个小碗粥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切成姜末 切好跟蒜末放一起 再来切点小米胶圈 切好跟姜蒜末放一起 接着加入热油 把蒜香味激发出来 然后来调一下味 加入两小勺食盐 一点点白糖 一勺蚝油 三勺生抽 两勺香醋 一勺滋滋的辣椒油 一勺芝麻香油 然后将它们搅拌均匀 我们这个凉拌酱汁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酱汁 不管是拌什么菜都非常的香 放好的凉拌汁 把它加到毛豆中 然后再把它们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 又下酒的凉到毛豆就做好了 光看这个颜色就特别的有食欲 毛豆这样做 颜色翠绿又入味 开胃又解肠 天气热来上这样一盘 瞬间就会关盘哦 做法很简单 一次我们可以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两个小时后 再拿出来吃 会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是可家妈妈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